如果现在还有人告诉你中国打破某个芯片垄断 我相信你一定会表示怀疑 甚至嗤之以鼻 但这次却是真的 因为它不仅研制出来了 而且已经量产 它就是影像芯片 让人欣慰的是 中国企业攻克影像芯片的领域还不少 有航天的 有医疗设备的 也有数码产品的 比如8月27日刚刚发布的V1专业手机影像芯片 以及6月份发布的高端医学影像设备自研芯片 都是典型例子 甚至还有更早的航天影像芯片 其中医学影像芯片还填补了国内高端医学设备芯片的空白 有望在几年内打破大量依赖进口的局面 那么问题来了 影像芯片是什么 它和普通芯片有什么区别吗 中国是如何打破垄断的 今天就用三段视频来说说这个事情 要说中国为什么研究医学设备芯片 还要从20年前美国企业的傲慢开始说起 当时高端的医疗器械市场 基本被欧美三大巨头瓜分 也就是通用电器 菲利普以及西门子 他们在业内有个呵呵有名的称号 GPS GPS垄断市场自然就谋求高利润 所以他们生产的高端一些设备 就一直以高价著称 而且对中国医院相当的不友好 倒不是说他们卖高价本身 而是搞价格差异化 比如一台高端CT在国外售价几百万人民币 但到了国内 同样的设备售价就高达几千万人民币 涨了几倍 中国以前并不富裕 很多医院都是靠着国家支持 自然也没啥太大的预算 所以很多小型医院根本买不起CT机 只有一些大城市的医院才能配备得了 在那个时期 CT机是一种基层买不起 老百姓用不起的高端医疗器械 本来这也没什么 谁让人家有技术是吧 买个高价 我们摇摇牙也能坚持 大不了等有钱了再多买几台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直接推动了中国在高端医疗器上的布局 在上世纪80年代 辽宁省省阳市卫生局 花了数十万美元从美国引进了CT机 结果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故障 导致机器不能用了 他们就联系美国公司 请美国公司派社后过来维修 没想到遭到了拒绝 又经过数次沟通后 他们依然不准备过来维修 这下把医师们惊呆了 不说把顾客当上帝吧 至少这也属于社后范围 产家过来维修 那是行业规矩 结果认识没办法 被逼无奈 只能请东北工学院的老师过来救急 他们也不懂呀 只能边学习边尝试修理 数百万元的设备被晾了几个月 才解决了问题 这件事在当时影响挺大的 没引进的医院担心售后问题 已经引进设备的医院 也担心设备出现问题 很多人都是心惊胆战 后来国内医疗设备企业就想 既然我们能维修 那么为什么我们就不能造呢 本着求人不如求己的精神 中国医疗设备先驱们被迫启航 1997年 经过十年的奋斗 中国第一台国产CT成功面世 自此也开启了逆袭的道路 经过20多年的奋斗 中国在CT机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诸如联影微电子等国内企业 实现了从整机系统 核心部件到顶层元件上的技术突破 其中就有我们今天的主角 影像芯片 它就是联影微电子功课的 PET CT专用影像芯片 是CT设备中核心的核心 那么问题来了 影像芯片到底是啥 它和普通芯片有什么区别吗 为啥中国这么多企业 都要自研影像芯片 影像芯片的全称是 图像信号处理器 也叫ISP芯片 顾名思义 就是用来处理图像的 率先开始大量应用的 还是在太空探测时期后 当时美国NASA用模拟相机 对月球进行观察和拍照 由于距离太远 他们拍出来的图像非常模糊 不利于观察 让他们就想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改良呢 后来还真让他们发现了一个 可以提高相机质量的方法 就是利用图像传感器 和图像信号处理器模拟人眼 它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简单给大家科普一下 NASA模拟相机的原理 其实就是模拟人眼 我们人眼成像挺复杂的 但是原理稍微简单 我们做一组动画给大家看一下 一般是物体反射的光线 进入我们的眼睛 被眼睛视网膜上感光细胞捕捉 它会检测光的强度 废质和颜色等等信息 然后将这些信息 变成一种电信号 再通过视觉神经 传达给大脑 大脑分析后进行成像 就成为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景象 NASA的模拟相机也是如此 光信息进入镜头后 经过图像传感器 转化成电信号 这些电信号 经过专门的处理器进行分析 再映出来 这里的传感器 就像人眼的感光细胞 而处理器就是人的大脑 也就是我们说的影像芯片 它是用来处理电子信号 所以也叫图像信号处理器 在整个相机中 同样处于核心部件 影像芯片自从诞生后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 在影像设备行业 已经成为关键的核心部件 甚至决定了一个机器的整体性能 以CT机为例 一般的CT检查流程简单 我们只要躺上去 然后在S光的照射下完成检查 等一会儿医生就可以拿到 检查好的片子 对吧 这个过程看着很神秘 其实它对原理还适合人眼 相机是一样的 整个成像流程大致是 X光照射在人体身上 衰减后的光会被下方的探测器捕捉 接下来就是正常的相机成像过程 经过关电转化和计算机处理后 成为我们常常看到的CT影像 计算机中的影像芯片 就是专门用来处理CT影像的 CT影像芯片性能越强 检查出来的结果也越进行真相 所以影像芯片又被称为 CT设备里的塔尖技术 联影微电子功课的CT影像芯片 就属于这个类型 而且达到了行业内顶尖的水平 搭载它的PET CT机 检测的飞行时间 可以达到万分之一秒的级别 这个数值是行业内记录 也就是说 国产CT机已经有能力迈向高端了 CT机也借此成为 中国高端医疗三大设备里 国产化程度最高的设备 其实影像芯片不只是医疗设备在使用 它在中国航天 数码 甚至国防军事等等领域 都在广泛应用 可以说 只要涉及到图像处理 就少不了这个东西 而且中国企业在这个领域 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大 当然看到这边 我相信我很多老铁肯定会反驳 这玩意儿一看就不难 中国企业才能实现国产化 这种情况本毛不想反驳 正如那句话 中国功课的技术 都不属于高难度技术一样 影像芯片在设计和制造难度上 确实没有大型SOC芯片难度大 但是要说它简单 那也不对 首先 影像芯片构造同样复杂 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 需要集成近10亿只晶体管 就这个步骤 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完成 比如联影微电子的团队花了两年 集合了上百人团队 才攻克了PET CT影像芯片 Vivo团队也花了两年 联合300人攻克了V1专业影像芯片 他们投入的成本和决心都很大 除了难度 他们更大的区别在于赛道不同 我们口中的麒麟芯片 高通骁龙芯片 是一种通用大型SOC芯片 它更侧重于全能 控制整个机器的运转 而影像芯片属于独立芯片 更侧重专业 在单一能力上反而更强 他们两个的关系 就像我们人体的大脑和小脑一样 大脑负责指挥 小脑负责分析 或者将独立芯片 称作机器的副脑也行 有些人可能会说了 一个芯片就行了呗 用那么多有必要吗 你别说 还真的有必要 比如联影微电子的CT影像芯片 每秒可以处理 上百万次的微弱电信号 一块芯片集成的各种数据 等同16块通用芯片的功能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主要是因为数业有专攻 通用芯片的性能 一般取决于构造 而独立影像芯片的性能 是取决于构造与算法 甚至是由不同学科知识 共同决定的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拍照 为什么现在的人 都不用专业相机 而是选择手吸呢 原因只有两个字 简单 不管是对男女老少 也不管是拍人像还是夜景 我们都不用去调光 找角度 手机都已经帮我们 自动调整好了 我们只需要按一下 就可以得到我们满意的照片 而不是需要复杂的摄影知识 这里利用的就是计算摄影 也就是让AI帮我们 学习这些知识 它通过大量的数据 进行对比 学习和分析 让手机提前知道 人们想要什么样的内容 所以我们拍的 就是我们想要的 在CT上也是同样的道理 CT是检查人体五脏六幅的 但是每个人的五脏都不同 发病情况也不同 你需要处理这些不同的东西 也需要机器 学习人体构造 学习之后再去处理分析成片 比大脑处理的更加强大 这个时候专业 独立的影像芯片就诞生了 它就是将算法转化成硬件 用硬件返布算法 那么直接在一个芯片上 学习不好吗 为什么连影等厂家 还要单独弄一个独立芯片呢 说实话还真不行 大量的学习 就会遇到另外一个重大问题 普通的芯片 满足不了这么庞大的海量知识 它的优势特别明显 也就是数月有专攻 上面说过 CT拍摄的片子 需要计算机中的影像芯片 来处理和分析是吧 但是这样的话 有一个很大问题 同用性芯片 需要负责控制整个CTG的系统 要负责的东西太多了 不仅要控制机器移动 还要控制X线管发光 电脑 各种机器运转 甚至整个系统等等 造成拥挤 甚至性能不共用等问题 芯片就像我们的大脑 我们人很难一行都用 芯片也是如此 它的处理能力总是有上限的 负责的东西越多 用来处理主要影像的空间就越少 独立影像芯片则不同 它只负责CT影像的处理 是这个功能的大脑 其他都不用管 所以在特定功能上 它可以处理的影像内容就越多 这就是数月无专攻 独立影像的芯片 一般专业性特别强 联影微电子研究的CT影像芯片 更偏向人体内部 构造上的学习和处理 满足CTG的需求 Vivo自研的V1影像芯片 就更偏向于 人体构造和夜景上 满足人们对拍照的需求 实际上 除了Vivo和联影微电子外 华为 小米 OPPO 都在自研影像芯片 而且 有些也量产了 自研芯片的好处有很多 厂家可以把自己的算法 转化成芯片 甚至在成像上 体现出自己的优势 培养芯片制造的整体能力 比如在中国奋斗了 数十年的CTG上 我们不仅实现了 中低端的国产化 在高端CTG上 也站完了脚跟 甚至部分设备 还打破了世界纪录 世界首台 全景动态PETCT也是国产的 它的性能 直接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探测器的灵敏度和辐射量 比其他产品优秀了40倍 而探测所需的时间 反而更少了 独立芯片的作用 其实不止这些 有机会我再做一期 我相信 未来类似影像芯片的案例 会越来越多 逐渐实现国产化替代 好了 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见